愛情這家爺是沒得勉強的 你出盡辦法去想 可能依然沒了苦 到你付出十足成意契 可以炒粉 所謂擇日不如藏日 是時候重新振作 說不定真愛就在眼前 江門這裡真的有文化氣息了 那個見見呢 可能他來到這裡人有三急 想去廁所 懶人多小聊 忍了多久 有一瓶筆 公子, 你看見我嗎? 我看不見你… 我聽不見你說話 我沒有惡意 但是我忘記了記憶 你又拿著我的筆 難道你是我的有緣人? 不是, 我沒拿到你的筆 我丹屎也不偷吃 說什麼丹屎也不偷吃 你跟誰說話? 我跟他說話, 你看不見嗎? 那裡也有人 好嗎? 我想問你, 丹屎不偷吃 為什麼呢? 丹屎不偷吃 是說明代思想家陳憲章 人稱白沙先生 他因為不滿朝廷的貪腐 所以退隱 生活是清苦 寧願向鄉親借米糧 也不接受朝廷給他的一口米 所以鄉民讚賞他 丹丹不偷吃 而那個丹字, 現在的人通常讀成石字 說說就變成丹屎不偷吃 你最近壓力很大 經常都心神彷彿 說起來好像是 一定是我最近經常給女婿 壓力太大 沒事的 難得他見到我, 我先跟著他 茅籠筆源自明朝 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款筆一到貧民失傳的景地 幸好有心人鑽研他的製作方法 令他得以保留 不如快點把老師教做茅籠筆 追得到了嗎?你們去哪裡? 搞什麼這麼久? 老師, 快教我們做茅籠筆吧 好的, 這個是茅草 還在山上取下來的 但這些是草, 怎麼有人做到茅籠筆 經過加工製作是可以的 濕濕它嗎? 用水擦拌 立即軟了 一擦就軟了, 不用刮 來, 看看 摸一下 真的軟了很多 可以試的 寫給他 馬上寫嗎? 會否加完筆, 整塊彎不值錢? 我放上就行了? 放上就行了 你還不看嗎? 我刮出來的茅籠筆簡直是結品 當然了, 你刮人這麼聰明 你經常都會刮人, 好嗎? 你說的刮跟他說的刮有點不同 你說的刮是一巴掌的 一巴掌打過去 他說的刮是在表面移動 把物質去除的意思 另外, 成語有刮木相看 刮木不是把眼睛刮出來 其實是擦眼的意思 擦一擦眼的意思 所以刮木相看就形容 那個人不見了一段時間 好像已經不同了 有些新的變化 試試吧 好 一二三, 呱呱呱呱 沒有好看的? 一樣 什麼? 做什麼? 毛龍筆的筆觸, 有印而富有彈性 深受畫家和書法家喜愛 用來畫畫嗎? 那股豪況的畫風都展現出來 用來寫書法, 剛勁有力, 不走龍蛇 這枝毛龍筆原來大有來頭 難怪畫出來的風景畫 特別有風味 公子 你為什麼總是要纏著我? 我看你怎麼在那邊纏著 我正在跟他說話, 你看不到他嗎? 他? 哪裡有, 只有畫畫而已 剛才我在茅房裡撿到一枝毛龍筆 然後他就纏著我 哪有可能才可以? 這次要找師祖張天師來搞定你的壞事 這支筆有什麼用作? 這次真是張天師吊塞的筆 為什麼? 張天師就是師祖張道靈 相傳他治病驅赤 都是需要用符咒的 而符咒又要用筆來寫 張天師吊塞的筆都沒有符 公子, 你說筆的東西 我覺得很有回憶 你可以多說一些嗎? 你說吧, 你再說一些毛龍筆的東西 我們去那邊再說吧 陳百沙在江門, 歸封山 講學的時候, 單上沒有筆用 就看到石上有一堆很漂亮的白紙 他就靈機一觸, 用矛作成筆 寫的時候, 筆走龍 石就將這支筆名為毛龍筆 在他詩裡面, 把毛龍筆好像人一樣去讚賞 在他萬年患病的時候, 也有提到 長折謝毛君, 安靜以待中 我忌反省, 原來我真是毛君 原來那把沙絲箱已經離開了 那我跟他走, 再見 他走完之後還有一支甩頭筆 他可能有些話想跟你說 筆是要用頭來寫字的 脫了頭, 即是不捨得 他可能對你不捨得 不捨得你, 避開你… 我找這支很大支的毛龍筆 我這支更大 這麼驚訝, 幹嘛? 不然我們知道的東西太大了 今天用來抱抱, 剛才做的 老闆, 最近多了很多街頭騙案 還專門騙老婆 沒錯, 騙徒的手法層出不窮 我們看看他是什麼手法 上… 上… 幫我捉… 輸了 老婆, 運氣差一點點 這裡有本好東西 幫你看完之後 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 下場跑哪隻 一支一支 現在半價勝利的這本 通書 小子, 我在這裡到賣堂 跟我說通書, 師師師師 你怎麼知道的?知道的… 為什麼老婆這麼激動呢? 爛倒, 但聽到通書這兩個字 書聲不好聽, 所以當然會生氣 所謂通書就是通勝 古代政府頒發給民間的日曆 裡面說了二十四節氣的時間 但裡面不只說日曆和節氣 它上支天文地理, 下支教育 乃至歷史文學, 全部無所得包 但你知道, 廣東人對書字很忌諱 對, 一反其意, 由輸便贏, 那就變通 勝 你猜嗎?你猜嗎?你猜嗎? 不要再打, 阿婆 通勝嘛, 贏贏 放著 這本通勝1963年? 隔年通勝都沒人要了 何況這本? 幾十年了 你就是一本通勝, 太多了 我來個通書 通勝… 通勝? 通勝寫1963年, 變圖挺沒成語的 他沒成語, 用以蠢 你想想, 潔流語也有說 隔年通勝就不值錢 拿出這本書 還有, 一本通書看得腦 內閣最喜歡說的 意思是什麼? 這本通書每年都應該變 一本看得腦, 即是不曉辯通 非常吃古物化的意思 怎麼會弄封了這隻甲? 責任不如上, 今天要弄掉它 來, 來 謝慢, 弄這麼大件事 真的要紮日 剛才我幫你檢查過 今天寄整甲 頂個格, 要什麼紮日? 這瓦瓦瓶嗎? 是吧 鳥Sir, 剛才說的紮日 究竟是什麼意思? 有些人相信大致婚姻大事 小事洗頭剪髮 都要看一本通勝 紮個適合自己的日子 不過這些信不信就見仁見智 他所說紮日不如撞日的意思就是 倒不如不要再挑通勝了 不要再挑來挑去 對了, 今天見機就做吧 新鮮的生活又便宜又清 老婆… 做人應該學好外語 學好英文的時候 看到遊客也溝通到嘛 這個小子又來了? 老婆是不是打你了? 真的怕了你了 整本通勝送給你, 不收錢了 這麼大隻甲, 隨街一跳 我過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老婆, 有什麼賣? 對, 我也要黃拖鼻 過難的 想不到老婆這麼認真地學通勝英文 這次還不到我報仇 你真壞, 老婆也欺負 通勝確實有幾頁專門教英文 但那些英文一般都是數字 或是很簡單的名詞 翻譯的質素相當低 說起翻譯 香港初年的華人師爺的翻譯是一般 為什麼? 可能是對洋人懷恨在心 例如Pottinger Street 砰甸炸雞 對, 最初譯作為砰甸茶 挺漂亮的 然後香港的師爺譯作為煲甸茶 就是甸老煲茶 然後變成砰甸炸 炸炸的聲音真的不好聽 不過我告訴你一個好聽的 給你聽吧, Sycamore Street 是思歌舞街 對, Sycamore解無花果 但是街上叫無花果, 街上真的不太吉利 但那裡書院臨辣, 草木也清蔥 Sycamore就用陰譯作為思歌舞 很詩異 解散了嗎?那我先走了 慢著, 這個騙徒先拿一本通勝 這是呈堂證供, 去吧 多多幫忙吧… 你也買到東西, 通勝英文你明白嗎? 說中文而已 婆婆, 你不用怕, 我抓到騙徒了 你是不是被人騙了什麼? 這個混蛋, 知不知道為何會多了點東西 你才是偏徒吧? 說得就好, 沒有呀, 殺了… 救命呀, 殺了… 很近吧 Edmond說介紹女生給我認識 經常遲到 糟了, Edmond, 遲了一小時 不好意思, 遲到了 他不會游泳的 火 水 國 周忌 大家好, 我是火水哥 想不到在我有身之年 也擺脫不了單身狗的宿命 好像有人救我 會這還傳來這麼柔軟的感覺 難道是仙女? 你沒事吧? 沒事 你…是你救我的嗎? 是呀 剛才我不是跟你… 我不想做人了 小心點, 咬柴嗎? 咬柴? 咬柴就是形容我們腳跟的印帶 屈臟的時候就很容易啪一聲 這樣弄傷了 拉斷了或者拉傷了 就像一支柴枝, 我們啪一聲 就形容了 你說起我也覺得痛 那我幫你弄一弄它吧 不用…我自己來… 那我先走了, 再見 怎麼不讓人弄? 你為什麼不幫我人工呼吸? 剛才明明是有另一個美女救我 你找我嗎? 是呀 你找她嗎? 不要 小子, 火水, 這麼涼快點水 以為是美女, 豈料被阿叔嘴 你… 你先說吧 你先說吧 你是運動員嗎? 我的夢想是代表香港參加三項鐵人比賽 我知道我一定能做到的 不過女人球經常阻止我不讓我練習 你別管別人說什麼 只要自己堅持自己的夢想 一定會達成的 謝謝你 別客氣了, 你就像我一樣 雖然我這麼矮 但我很喜歡打籃球 我示範給你看 球 為了鼓勵Honey, 這一球我一定要… 炒粉? 這個不是叫炒粉, 這個叫打釘 打籃球, 碰到框的時候 就像碰到金屬一樣 吞吞吞的聲音就像打釘一樣 那炒粉呢? 炒粉就是形容球撞到框之後 滾來滾去, 不進出回來 所以就叫炒粉 怪不得知, 昨天考完DSE說他炒粉 我還以為他需要吃腸粉 兩球, 你又來阻止我嗎? 你又靜雞雞去訓練嗎? 你不會阻止到我的 你也不會阻止到他 不, 阻止到我的, 阻止到… 打球 我不知道怎樣可以幫Honey 達成她的夢想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陪她練習 不過看著她跑 我有一種很幸福的感覺 加油, 努力, 還有一個圈而已 看來火水又會墮入愛河的款式 但有哪一次是得米的 她飽得臉紅色真是很可愛 你真是你的樣子 十二戒菜… 謝謝, 我繼續跑 有寶寶…你做爸爸 還不追? 還得米 九聰, 九聰?什麼叫九聰? 九聰是網絡潮語 通常都是說一個男性 看到心儀的對象的時候 不顧一切地接近對方 自免的意思是一個狗公接近異性 所以就叫九聰 但由於這個朝語實在太全神了 所以就廣泛用在很多地方 就像說我的手很漂亮 我要九聰去賣 或者一到它很好看, 九聰去看 意思是不顧一切 很快速地完成目標 我就是說, 火水是狗 Honey, 等我, 有話跟你說 你追到我才說 等我 我叫你不要跟Honey練習了 雷Sir, 你不要妨礙Honey追逐妄想 你的年輕人說得不聽 這張照片是我的 又挺甜的 幸好剛才走得快 不然我被人抓到了 對了, 雷Sir為何要妨礙你做訓練 你怎麼知道的呢 不知道 你倆又偷到底在這裡訓斷 雷Sir, 你不要… 炒芥蘭 什麼炒芥蘭?我都不吃菜 炒芥蘭是來自英文的Charlie Horse Charlie Horse, 炒芥蘭… 就很像音了 其實你說的是大腿的肌肉 撞到外來的物件或人家的膝頭 而造成一個肌肉的瘀傷 明白了 Edmond, Joey 不要… 你做了… 快點, 走 你回來…你這群年輕人 你們真是好心做壞事 他真是傻, 明明認識了我不太久 為什麼要不斷幫我呢 不過有一個人這麼支持自己 這種感覺也挺好 加油… 怎麼樣?時間怎麼樣? 又快了兩秒了 Honey, 你的臉色全都上水 先休息一下… 說了你, 小侄女兒 弄得這麼盡, 弄得爆肺 爆肺這麼嚴重? 那我現在先叫白車 那也不用 爆肺的意思就是在運動之中 弄得盡, 扯得盡 除了爆肺, 也有人說是爆氣 或者拉車 甚至老一輩是說拿傘 其實原理也和汽車的氣缸、引擎 他弄得盡 休息一下應該沒什麼事 既然沒什麼事, 休息一下 我們再練水 什麼事? Honey有這個鮮天性的心律得證 遲些他要去美國做心臟手術 才再玩玩吧 美國? 我們相處的時間不只剩下很少? 不如… 你怎麼在這裡? 唱歌吧 仍然極瀟灑, 不想永遠單身 要看這一殺, 要負待架 抄下分不怕, 火水未實得 Honey, 我會等你回來一起再游泳 我回來之前你不要再掉下水 我沒有人再救你了 好 Honey這樣就走了 對不起 很多人都喜歡懂得一點 假裝代表, 實際上什麼都不知道 好像在你家裡的街上 背後有什麼故事你也知道沒有? 好, 這邊… 各位團友, 都到齊了嘛 數一下, 一、二、三 好了, 齊了, 歡迎大家參加 棧鬼美食團 正所謂食在廣州 廣州有很多好東西吃 包你們吃過一層味 怎麼這麼多東西? 只站在這裡吃風就吃飽了 對, 有東西吃味 我聽說廣州有道菜式很有名 要什麼? 什麼刀? 是我說給你聽的 大馬站的刀 對…那你能不能吃嗎? 當然能吃, 你跟著我 我嘛, 它是正宗的廣東名菜 來吧, 跟著我走吧 不吃的話, 真是教書先生搬屋 搬什麼屋子? 教書先生搬屋, 真是執書 執書, 執書 冷靜點…我好像真的找錯路 不過正所謂 大馬站過小馬站相差不遠 兩個站只是差一個字而已 我們不如找找有沒有小馬站的煲 撐住 這樣你也說得出, 差很遠 你也會說大馬站過小馬站 相差不遠, 相得不遠就更有距離 這個血後語的意思 就是兩個地方或兩件事情的性質 好像也有點分別 團友, 你遲到 慢著, 你說到大馬站和小馬站那麼近 就是能走過去了 快到了…那就是了 我快到了, 跟我來 好了, 到了 真的很近, 一個街口就到了 對, 這條街道挺有趣 大馬, 就是馬來西亞 小馬呢? 你應該想想, 巴士不是乘巴士 是呀 馬站的乘馬車 對…有道理 我們還要做馬鐵 對 很好 當然是錯, 大小馬站的站應該是驛站 在古代但凡重要的政府文書 和軍事情報都透過驛站傳遞 這裡是大馬站和小馬站 就是兩個驛站 有可能錯 歷史學家說 沒可能兩個驛站相距那麼近 有可能只是以前古代的急遞鎖 好像現在的速運站 說了那麼久 我的大馬站在哪裡? 是, 我是導遊 你跟我走, 來吧 這邊… 其實要吃大馬站煲 就不一定要去大馬站 雖然它是名菜 但又是豆腐、火腩、韭菜 混合一碟, 到處都可以吃 就是豆腐、火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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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什麼站什麼煲, 那裡懶得特別 那倒不是, 大馬站煲真的有個故事 相傳來自清朝的光水 連間兩廣總督張之洞在這裡 巡視巡巡巡, 肯肚餓 看見一群人圍著這個煲 這麼好吃、這麼香 就問, 這是什麼菜? 你也知道 南方人不聽得到北方話 就以為這是什麼地方 就告訴他們, 這裡就是大馬站 然後回到品道, 張之洞跟我說 原來這道菜就是大馬站煲 不, 就是這樣… 我剛才就是想說這件事 你這個導遊只懂得馬後炮 對, 馬後炮, 我就知道為什麼 就是是象棋裡的必殺技 這位哥哥, 節目你認識很多東西 你做我, 你的導遊 好, 你不要胡亂跟男人走 球 你不是職業的嗎? 剛才說一本通書, 體肚腦的意思 超 超 對不起, 我忍了很久 你猜什麼? 他忍了你很久 我以為你… 對… 你超他 對, 對 很認識 對, 就是了 我忍了 這個一定要出